4月6号 美国国防部表示 如果不通过外交手段结束乌克兰战争 不可能知道这场战争将持续多久 但乌克兰绝对可以赢得这场战争 五角大楼新闻秘书约翰·科比表示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·普京 将集中在一个小小的地理区域 这一事实无疑表明了暴力事件 将继续存在的可能性 甚至可能在乌克兰的其他地区加剧 科比重申 乌克兰绝对可以赢得这场战争 普京无法实现其战略目标 就证明了这一点 此外 白宫新闻秘书珍·普萨基周三预测 将会有更多像布查这样的大屠杀场景 并指出 尽管俄罗斯军队从乌克兰北部撤退 但任何人都不应该幻想 克里姆林宫的目标已经改变